那如果得圣灵是这么重要 那怎么叫做得到圣灵呢 十度行传十九章保罗到一部首去 问他们第一个问题 就说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 信当然是信主耶稣 得到圣灵没有 今天这个问题似乎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少人问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信的时候就已经有圣灵了 但是到底我们信的时候真的得到圣灵吗 如果我们看十九章 保罗觉得他们的洗礼是悔改的洗 所以保罗奉主耶稣的名再给他们洗礼一次 这就是赦罪的洗礼 那洗碗里 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得圣灵 受放眼 所以在十九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得圣灵的证据就是受放眼 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主耶稣升天以前 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复活以后 四十天 他们看到耶稣 他们也信耶稣 他们也真正看到耶稣升到天上 但是他们有没有圣灵呢 主耶稣应许给他们圣灵 而且要他们祷告得圣灵 得能力以后才出去传福音 所以很明显的 虽然他有看到耶稣 虽然他们相信主耶稣 看到主耶稣升天 但其实他们还没有得圣灵 那这些使徒什么时候得圣灵呢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记载第一次圣灵降临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舌头显现如同火焰 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这就是第一次得圣灵的体验 当时有的人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 就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 但是彼得说 现在刚好是早上九点钟 我们没有醉酒 我们是照着约尔圣经的预言 来领受应许的圣灵浇灌 所以他说 把你们看得见 听得到的降下 这个看得见 就是听得到 就是圣灵的浇灌 看得见 因为圣灵是神的灵 风吹在我们身上 而我们身体会震动 听得见 听得见 因为他们都被圣灵感动 就说放眼 所以得圣灵 虽然圣灵是看不见的 但是有外在看得见的现象 就是说放眼 还有身体震动 让我们知道 信不一定有圣灵 得圣灵 第一次的体验 就是说放眼 另外有的人 就说我洗礼的时候 就有圣灵了 我没有圣灵 我怎么会洗礼呢 使徒经传第八章 十四节到十七节 记载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 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要为他们祷告 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 他们一个人的身上 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圣灵 从这一段历史的事实 我们可以看到 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 他有没有信耶稣 有 他有没有受洗 有 他有没有受圣灵 讲得很清楚 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 那他什么时候得圣灵呢 就是彼得约翰去了 帮他们祷告 按手在头上 在那一个时刻里面 领受圣灵 所以领受圣灵有一个特定的时刻 可能跟信的时间不一样 可能跟洗礼的时间不一样 有很可能发生就是在按手的时候 圣灵降下来 那接下去说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撕下来 就拿钱给使徒说 请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 圣灵是没 神的灵是看不见的 那为什么西门 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降下来 到底他看到什么 当然就是看到圣灵降临 会说方言 甚至好像被风吹过 会震动 所以从这个历史的事实 我们就知道 不是洗礼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有圣灵 是在圣灵浇灵的时候 我们说方言 这才是得圣灵的 凭据 但是 也有人说 我信耶稣 我先会改变很多 以前抽烟 我现在不抽烟 以前喝酒打牌 我现在也不喝酒打牌 我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 我一定有圣灵 但是 如果我们看 《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记载一个人叫 戈尼柳 在第二节到第四节 说他是意大利人的百夫长 他是一个全成人 他跟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洲际百姓 常常祷告着 所以戈尼柳 这个人非常敬请 非常有爱心 非常敬畏神 甚至 圣经说 他的祷告跟他的洲际 已经达到神面前 蒙神凄念 可见 神纪念他 但是 戈尼柳 到底有没有圣灵 一个这么虔诚的人 也看到天使 看到异象 到底他有没有得圣灵 后来 他照着他所看的异象 请彼得到他家来 那彼得就讲道理给他们 全家跟他的朋友听 那 在 使徒行传的 第十章 说 彼得还说这个话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一切 天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人 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很稀奇 因为听见他们说 方言 称赞 圣灵大 所以 哥里流 全家 什么时候得圣灵呢 就是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 在介绍主耶稣 以及他的救恩 还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 听道的人身上 所以可见有一个特定的时刻 所以圣经说 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交贯在外邦人身上 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所以说方言 是他们认定 哥里流得圣灵 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所以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行呢 神的灵是看不见的 为什么彼得可以比较 他们受圣灵与我们一样呢 就是因为 彼得在五行节得圣灵 说方言 那哥里流在彼得正在讲道的时候 也得圣灵说方言 所以彼得听到他们讲的方言 跟彼得讲的方言 是一样的 因此就认定说 他说的方言与我们一样 他受的圣灵与我们一样 如果神悦纳哥里流 是给他圣灵 那我们也应该给他洗礼 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从这个历史的事实 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人得圣灵的凭据 就是说方言 那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用属灵的言语 跟神交通 所以圣经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因此虽然我们听不懂 但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 在造就我们的灵性 还有在罗马书里面讲 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按着神的旨意 为我们祷告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软弱 遇到事情不晓得怎么祷告 但是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 那圣灵也知道神的意思 所以圣灵按照神的意思 为着我们的软弱 代替我们祷告 这样的祷告 就是最完美的祷告 所以圣灵会说方言 这个说方言是非常宝贵的 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因此圣经里面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 里面有一个叫做说方言 那个说方言就是得圣灵 所以得圣灵是我们信耶稣 所体验的一个神迹奇事 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得到 包括你我都是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